为什么我们跟风去购买市场上最火的股票最后往往都会成为接盘侠? 为什么财经专家预测下一年的经济趋势经常都不准确? 为什么有人能在股市中轻松赚走几百万美元,而大多数普通投资者即使是买基金也会亏掉一大半? 如何成为一个聪明的投资者,摆脱贝格韭菜的命运,在投资中获得满意的收益呢? 在今天的视频里,我将会向你分享聪明投资者绝不做的五件事,而你只需要避免这些错误,就可以让你跑赢大多数投资者。 第一件聪明投资者不会做的事,就是过分相信基金经理。投资需要超高的智商才能获利吗? 1990年,在波士顿郊区的一所学校,有一群做模拟炒股的七年级学生,他们没有用专门的股票行情软件。 也没有商学院的NBA学历,甚至由于年纪太小,连驾照都不能考。 令人惊奇的是,他们选股的投资组合在两年内取得了70%的收益率,远远超过同期标普500指数,26%的收益率水平。 业绩也超过了华尔街99%的基金经理。 他们买了100股迪士尼。 理由是,每个孩子都能告诉你为什么要买这只股票。 他们买了200股麦当劳,因为人人都得吃麦当劳啊。 他们买了100股沃尔玛,因为看见它的发展速度惊人。 在他们的投资组合里面,有两只亏损的股票。 一个是IBM,买它的理由是,因为大人们都选这只股票。 另一个是英格兰银行,买它的理由是,这么低的股价还能再跌到哪里去? 最后,在这一场模拟炒股游戏中,这些学生总结出他们的投资原则。 只买自己熟悉的股票,购买股票的依据是你认为公司经营得很不错,而不是因为股价很不错。 这个真实例子让我们知道了,其实做投资是不需要很高的智商的。 小学生的水平就能做出很好的投资组合。 但现在的媒体把基金经理吹嘘得像明星一样,他们拥有NBA的学历,西装革履的,给业余投资者一个错觉,认为自己不能像专业投资者一样做出好的投资选择。 于是把自己辛辛苦苦攒的钱用来买股票基金,交给基金经理管理。 结果如何呢?75%的基金投资业绩,甚至连市场平均水平也达不到。 在投资中,专业投资人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聪明,业余投资者也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愚笨。 只有当业余投资者一位麻木听信于专业投资人时,他们在投资上才会变得十分愚蠢。 第二件聪明投资者不会做的事,就是随意开杠杆。 借钱投资本质就是以小博大,用不属于自己的钱在投资。 好处就是通过杠杆可以购买更多的资产,有机会获得更大的利润。 但问题是,借钱投资不会使投资变好,也不会提高获利概率,它只是把可能实现的收益或损失扩大化,这个方法还引入了全盘负面的风险。 多年以来,杠杆一直与高收益相关,但它同样与最引人注目的暴跌和崩盘紧密联系在一起。 2021年3月26日,一场毫无征兆的暴跌突袭了美股市场,中概股血流成河,腾讯音乐、微品会、爱奇艺等多只中概股离奇同步的暴跌。 随着事件的发酵,事情的真相终于逐渐浮出了水面。 众多股票离奇同步下跌的背后,竟是同一个人,七年资产暴增500倍,人称韩国月云鹏的王比尔。 王比尔在1996年遇到他的恩师,老虎基金创始人朱利安·罗伯逊。 在恩师的资金帮助下,王比尔创立了老虎亚洲基金,凭借着基金的投资方式,将一开始的1600万美金做到了80亿美金。 后来,他因为内幕交易,先后被美国证监会和香港证监会制裁。 最后,老虎亚洲在2013年走向末路。 但王比尔随即开始二次创业,建立了一个新的基金。 他一直使用三到四倍杠杆。 在杠杆的助推下,王比尔从两亿迅速增长到了50亿。 杠杆下的高收益也让王比尔变得越发贪婪。 2021年初,王比尔又加了一脚油门,把杠杆提高到了5倍。 中概股在一波暴涨过后,这50亿又迅速变成了150亿。 然而,王比尔并没有尽好就收,获利了结。 当他还沉浸在美好的幻想当中时,危机已经出现。 终于,在3月23日,他所投资的一只股票维亚卡姆CBS宣布大规模增发, 加上前期涨幅过大,股价当天暴跌9%,第二天又暴跌23%。 利空消息接二连三砸到了王比尔头上, 包括打击下外培训跟谁学的冲击。 风控不足的他,最终遭到了杠杆的反视。 两天亏损200亿美金,成为有史以来当天亏损最大的投资案例。 这个真实例子仅是我们,普通人要用闲钱投资,不要借钱投资,远离杠杆。 如果你把投资当作赌博,如果你不明白风险的意义, 你就有可能在某一次投资当中赔光所有的钱。 第三件聪明投资者不会做的事,就是跟风买入热门股。 在2021年4月,中国大年一位大妈因为投资长春高薪暴赚了100倍。 长春高薪是一家生物公司,主要卖伸展基数。 大妈是在2008年用5万块买入长春高薪, 然后她忘记了,去销户的时候发现账上竟然有500多万。 老太太受到刺激都站不稳了,幸亏证券公司的员工扶着。 这个事情被各大媒体朝古软件纷纷报道后,引发大量投资者关注。 他们也希望自己像那位大连大妈一样暴赚100倍。 不少人失去了理智,被欲望充昏了头脑,开始幻想十年后的梦想生活。 由于害怕错过这一个千载难逢的报复机会, 很多人通过一切手段,哪怕是抵押自己的房子也要借钱去买这一只股票。 然而最后的结果却是令人伤心的,大部分投资者在高位接盘,亏损了很多钱, 有些妻离子散的,甚至有些经受不住打击,选择轻生的。 彼得林奇在成功投资里面说道, 如果说有一种股票我避而不买的话,那它一定是最热门行业中的最热门的股票。 这种股票受到大家最广泛的关注, 每个投资者上下班途中,在汽车上,在饭桌上都会听到他们谈论这种股票。 热门股票上涨得很快,上涨到远远超过任何估值方法能够估计出来的价值。 但是由于支撑股价快速上涨的只有投资者一厢情愿的期望, 而公司基本面的实质性内容却像高空的空气一样稀薄。 所以,热门股跌下去和涨上来的速度一样快。 如果你没能聪明地及时脱手卖出的话, 你很快就会发现你的盈利变成了亏损。 第四件聪明投资者不会做的事,就是频繁交易。 查尔斯·埃利斯是一位在投资界数十年来最具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。 他写了一本书,名为《赢得输家的游戏》获得广泛好评。 什么是输家的游戏呢? 他以网球比赛作为比喻。 专业网球比赛是由技高一筹的赢家决定胜负的, 而业余比赛却是由失误更多的输家左右整个局面的。 投资跟运动有很多相似的地方, 业余网球选手想赢得胜利就要减少发球失误。 在股市中也是如此, 想走得更远的参与者首先要少犯错误, 等对手犯错来得分。 那我们在股市中具体可以怎么做呢? 有一次巴菲特在商学院讲课时说, 我可以给你们每人一张卡, 上面只有20次打卡机会, 这代表你一生中必须进行的所有投资。 每当你做了一次投资,就要化掉一个孔, 一旦你用完卡上20个孔, 你就再也不能投资了。 想想一辈子只有20次投资机会的话, 你就会变得很谨慎, 研究许多财报后才会下注, 但只要有其中的3到5次投资成功, 并有机会让我们的资产倍增。 巴菲特通过投资赚取非常庞大的资产, 但他并没有每天都在股票市场下单, 进场的次数非常少, 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阅读, 这样才能够抓到下一次投资机会。 他在1988年就买进了可口可乐, 持有了30年,至今一股都没卖出。 与同期道琼师指数相比, 可口可乐的回报率明显更高。 其实,平凡交易非但没有让我们获利更多, 反而因此产生的手续费还养活了一大批证券公司。 普通投资者想要在投资中获得成功, 就要更为谨慎地耐心地等待投资机会, 一旦机会出现, 就要敢于下重注出击。 第五件聪明投资者不会做的事, 就是预测股市涨跌。 2008年初,金融风暴呼啸而至, 当时备受崇拜的美联储主席艾伦·格林斯潘在美国国会说, 他感到震惊, 市场居然没有像预期那样运行, 或者说没有像预期那样自动修正。 就连美联储主席都无法预测经济的运行, 普通投资者就更不可能预测了。 在美国有6万名经济学家, 他们中的很多人被高薪聘请从事预测经济衰退和利率走势的工作。 有人分析, 如果他们能够连续两次预测成功的话, 他们就会成为百万富翁。 而事实上,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是在为了得到一笔丰厚的薪水而拼命工作。 如果仅仅依靠分析财务报表就能准确预测未来股价的话, 那么数学家和会计师就应该是当今世界上最富有的人。 可是你看看世界富豪排行榜, 怎么连一个也没有呢? 我们会偶尔听到一些专家声称, 只要知道过去的股价和成交量数字就能预测未来的走势。 然而巴菲特说, 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能够预测市场走势的人, 对于未来一年后的股市走势、利率以及经济动态, 我们不做任何预测。 我们过去不会, 现在不会, 将来也不会预测。 即使你能正确预测下一年经济向好, 但是如果你选错股票的话, 你也还是会亏损。 因此, 当下次你再听到某些经济专家尝试预测市场走势时, 你要做的不是静静聆听, 而是打呼噜睡大觉。 投资的窍门是要约束自己不去理会内心的感觉, 只要公司的基本面没有什么根本的变化, 就一直持有你手中的股票。 好, 好,